登登登 今天蛋蛋来了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要吃辣 没错 有个辣妹来蒸蒸炒 点点辣妹哦 看看菜单 这家店的店名叫洪炫 我已经想好要点神了 Let's go 你吃什么? 你喜欢吗? 我喜欢小炒黄牛肉 我们很常来来 因为我住在中国 7.5年了 所以你能吃中国人吗? 当然 大概你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吃得很辣吗? 吃得一点点辣 不吃西传的辣 就是一点点微微辣是要可以的 他们在菜单菜好多啊 我现在就想试试 石锅海胆豆腐 刚才罗上天来老爷爷就说要吃豆腐 标语很狂 要做巴黎第一的川菜 打起来 内娟起来 这款菜叫 伊云酸菜 香辣鱼 里面不仅有伊云水 还有鸡汤 红骨汤 汤底是很鲜的 真的是奶白奶白 酸辣可口 再来一口 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它含鱼量实在太高 一找就是一坨鱼 一找就是一坨鱼 全是鱼 吃鱼 酸酸鱼其实是熟性菜 是90年代活起来的 白白嫩嫩的 蛋白质含量很高 很软 很Q 而且没有刺 就每一天都满 你看它的菜叶子就知道它是野菜 这个包着饭吃可好吃了 酸酸的 东北酸菜 跟这种四川的泡菜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次知道 对华上酸菜 东北一家人大家知道吧 不知道 摆得好可 春日班的故事你总该看过吧 四川的泡酸菜是不一样的 当季的食材你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有那种老泡菜 泡的时间很久 酸味会比较浓郁一点 还有一种泡菜 洗澡泡菜 乌龟 你不要突然摸你自己 我不会泡你的 为什么叫洗澡 是因为它隔了个七八个小时 它就可以吃了 吃的就是那个新鲜跟脆爽 原来如此 新鲜的知识又知道了吧 没错 我们来吃兔吧 你平常吃兔兔吗 我很喜欢吃 怎么可以吃兔兔 不录了 终于有他料翘子的一点 看兔兔真的很好吃 对啊 我吃了一次以后就上头了 心为天人对不对 真是太好吃了 这两坨肉 朋友们一定要去四川吃兔头 不要害怕 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蹲去西方 网上有一句话 叫自拱式兔子的坟墓 就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冷卧兔 兔子面 尖椒兔 椒麻兔 我听说全国70%的兔子 都是四川人吃掉的 一年是三亿只兔子 很多人居然吃掉了其中的两亿只 难以置信 兔子真的很 很有嚼劲 我觉得很嫩 而且没有异味 这个是花甲 他们家是创行才 海鲜遇上山珍 鲜上加鲜 祝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一起去海里做什么 蛤蜊很嫩 这个想法很妙 它可以把这道菜整体给提鲜 点赞 在我们家做了两种兔子 一个是花甲兔 一个是自贡兔 花甲兔会有花甲纤味融到兔子里 兔子会更鲜美一点 自贡兔带汁水肉会更嫩 可是不够酱 哦 因为勾出来的酱 影响那个菜品出来的颜色 吃川菜的时候 如果是以酱料为基底 你吃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 那个是辣椒染红的吗 如果客人是微辣 红尖椒 青尖椒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 如果说客人要辣一点 我们就会加小米椒 原来如此 豆柠檬茶 国内进过来的红茶 先把红茶要对泡出来 再加新鲜柠檬 蜜 确实是新鲜的 茶香也很清新 很适合洗完辣以后 结点辣味 所以多味多味 为什么你们家叫孔雀呀 简单 由记忆点 走到我们家门口的法国人 基本上都会拍我们家孔雀 然后他就会特别欺负这家名字 小炒黄牛肉 这是一道很有名的古南菜 听说他去过联合国 好棒呀 这道菜非常讲究火候 就是需要爆炒 30秒把嫩气给逼出来 很嫩 非常嫩 很滑 很多汁 辣椒的鲜香 都裹在了这个牛肉的表皮 妙 跟你说 在古代的时候 只有中国的贵族才能吃 那我就是个贵族了现在 你也是 我单身贵族 你好好 你又吃得我停不下来 它上面还有芝麻链 还有香菜 像世界证明的赤纳本 吃焦狂人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蔬菜 椒盐 什么什么 这是肉啊 蔬菜 这是肉 这是肉啊 这是藕 真的好 特别 像小鱼干一样 它是先把藕切成丝 然后裹了面衣 然后炸之后再炒 很酥脆哦 这几个字 到了腿的人 跟我一样骄傲 这里面放了好多干辣椒啊 单一点都不辣 就很香 它酥脆辣的时候它的水下汁了多少 好渴啦 这是桶子鸡 好尺 八尺 舒服餐的 每一道菜看起来这么像 但是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我再强调一遍 小偶说不要把我跟他们这种肚子放在一起 本偶很高贵 嗯 看里面觉得还小肉末 而且放了一会儿它还肉脆 减肥大气就改日再谈吧 我喝完了 这药是我们的吃了 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喜欢在在或者喜欢我 感谢你大哥也可以 哈哈哈 记得给我们点赞 评论 转发 呀 到店以后即可享受 发展优惠哦 发展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